中国人的节日 中国自古是比较强调农历的 对于阳历稍微淡化一点 因为每一个月它比较短 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 那每一天呢 那就太短了 每一个月 然后几个月加起来 这样大概一算 那一年也好算 所以说就是以这个月份为主 而且这个月亮阴晴圆缺啊 这个中国人的情感 对这个月亮尤其的也非常独钟 现在科学也证明 这个月光很重要 比太阳光 有的时候光有太阳 没有月亮光是不行的 这个植物啊 很多物啊 包括动物啊 都是有它特别的作用 月亮星星 月亮一来这个潮汐 是吧 女性身体的这个这个自然规律 直接它磁场能量 都是很有说法 所以这个一个月半个月 这个都非常重要 那我们过的节 当然就是主要是阴历的节 中国人很简单的 不像西方 就是现在小叔搞的 就是几号啊 具体哪个星期的下第二个礼拜啊 这个搞的乱七八糟的 反正他们也有他们的一套 在我们中国 你听听看 正月正 就是春节 正月初一 然后三月三 五月五 七月七 九月九 没有了 十一月十一 有人说现在双十一 那你愿意过就过 这个这个多数点 也反正过年了 就要这个 马上过年了 大家都准备嘛 天又那么冷 没什么好过的 我们春节 在一起聚嘛 所以过年一定要回家 就是如此而已 就过去了 那我们重要的会议在封台讲 那简单来说呢 三月三过去就要上四节 就是祭奠这个祖先皇帝 包括这个 这个 这个 七小节 清明节 跟这个 三月三 后来就 有时候融为一体 大概那当然 那个清明就是说 是 这个 阳历 也不是阳历 它是那个 节气 清明 二次节气 这个阳 这个节气 它是每年 前后一两天会变的 一年二十四的 这样分布的 阳历 它是固定的 丝版的 就是西方 大多数我们所谓 现代 日历 阳历 那 五月五呢 端午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人们就 五月又叫堵月 因为阴气升了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这个五月开始 走到这个阳之急 阴就开始升了 这个时候堵月 所以尤其是五月初五 就是 刚 开始走到这个 这个 极端的这个位置 刚好那个时候 有包括区园呢 包括很多名人 你看前面那个清明也是 街子推啊 还有很多历史人物 就刚好 有的时候我们都结号在一起 中国人就省事嘛 前后接礼拜嘛 差不多就行 五子区啊 说法不一样 南北方也不一样 历史潮的各个时期也不一样 这个五月五 啊 就也是区原 是吧 祭奠 等等 七月七呢 那当然都知道 这个七巧节 是女性 这个心灵手巧 啊 那不是说那个最早的 不是是爱情的啊 这个当然后来 演绎加上一些故事 刚好碰巧 就在一起了 九月九 九这个数是羊之急嘛 所以说 重阳 这个那个时候 音力大概 走节气的话 也走到这个 就是这个天 啊 这个这个羊 走完了 所以说它是最高点 然后就是 没有吧